不过你是够狠的买一裤衩五千多太狠了 对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裤衩子五千八 当年 李永健和妻子周东齐外出逛街时 看中了一条裤衩 定准备买下 可李永健根本接受不了五千八百元一条裤衩 直接怒斥道 一条裤衩五千八百元 穿上能飞吗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时 宋丹丹一句话让李永健乖乖掏钱包 2002年 出身贫寒的李永健在空正化剧团 认识了富裕之家的周东齐 李永健对周东齐一见钟情 可当时李永健非常自卑 觉得自己不管是外在条件还是内在硬件都不如意 只能和周东齐做好朋友 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让李永健大胆向周东齐表白 2003年 李永健的父亲病重 十日不多了 但是一直都挂念着儿子如今到了儿历之年 依然还没成家 便对李永健说道 儿子 我没看到你娶媳妇 我真的死不瞑目啊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永健鼓起勇气找到周东齐表白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就喜欢上你了 我父亲快不行了 我不想让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当时周东齐也对李永健有好感 便答应与之交往 当时周东齐的父母也没有嫌弃李永健贫穷 没过多久 两人还火速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当天 两家人也只是简单吃过一顿饭 就将此事敲定了 李永健的父亲亲眼看到儿子结婚 最后笑着离开了这个人世 由于婚前没有过多了解 婚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消费观上面 李永健小时候过得非常贫穷 他也省吃俭用惯了 也养成了空门的习惯 而周东齐家庭富裕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所以 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有一次 周东齐独自外出逛街 看到一双漂亮的好看的鞋子 就决定买下来 送给李永健 可是这双鞋子周东齐花了500人 这500元对于周东齐来说是小钱 可对于李永健而言则是一笔巨款 李永健平时买的鞋子不是几十块 就是一百块钱而已 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双鞋 我还能花500块 我不可思议啊 李永健得知鞋子价钱后 当即说周东齐败家 周东齐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李永健无钱无名的时候下架 如今自己买一条裤子 都要看他的脸色 一天 周东齐李永健外出逛街 周东齐看中了一条标价5800人的裤衩 李永健一看价钱 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弄气道 那么贵 穿上能飞吗 周东齐看到丈夫不愿给自己买一条裤衩 气得大骂道 你懂什么 这个是牌子 我自己工作赚钱 怎么就不能买一条裤衩了 一时之间 两人争执不休 此时宋丹丹正好也在这家店购物 看到这种情况 连忙把李永健拉到一旁 一看周东齐现在都怀孕了 他看中的东西就给他买吗 他高兴了就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李永健一想确实如此 毕竟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自己也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 没过多久 周东齐确实给李永健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林大俊 生完孩子后 那条价值连城的裤衩也因身材走样穿不上了 周东齐和李永健刚结婚纳会 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过当时李永健非常穷 全部身家加起来才三万 他不想孩子生出来跟自己熬生活 只好忍痛将这个孩子留掉 2005年 李永健登上春晚舞台出演装修 一个人饰演三个角色 甚至还男扮女装 扮演一个天津女人 凭借巨大的反差表演收获一众好评 这一晚过后 李永健彻底红遍大江南北 生活也随之好起来 没有想到的是 在一次排练小品的过程中 周东齐因为太过劳累 在比赛前五天毫无征兆地流产后 那一刻 李永健和周东齐想死的心都有 小宝宝没有了 可生活还得继续 夫妻两人只好收拾好心情 带着微笑登上舞台 而那一天 也是李永健从业以来的第一次望子 这个穷苦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因为林大俊的一句话改变人生 爸爸 你留个节的电话怎么样 好 好 2015年 李永健带着儿子林大俊登上 爸爸去哪这个亲子节目 当时他们被节目组安排到 专场体验搬砖的辛苦 专场又闷又热 最为重要的是 还赚取不到什么钱 单一块砖工资还不到两分钱 就连全王州市民都直言太累 当时在专场打工的还有一个刚高考完没多久的小姐姐 她为了能上大学 在专场为自己赚取学费 当时林大俊在搬砖的过程中 不小心被挥弄记眼镜里 大姐姐看到后联盟拿水给她清洗 在休息的时候 林大俊主动和大姐姐聊天 她不明白为何大姐姐会出现在这里 当时的林大俊不明白什么叫做学费 但从大姐姐的语气中也能得知她不容易 等体验结束后 林大俊当即对着李永健说道 叫李永健留一下姐姐的电话 给她提供帮助 随着节目的播出 当时的网友都以为 李永健只是做做表面功夫而已 录制节目结束后便抛之脑后 不曾想 李永健夫妇默默资助小姑娘上大学 而这个小姑娘也不复所望 从大学毕业后还考取了公务员 通过这件事情 网友纷纷为林永健和林大俊的善良点赞 而这仅仅是林大俊善良的冰山一角 同样在亲子综艺节目上 当天接受采访结束后 林大俊当即将摆在桌面上的牛奶 装入自己的包包里面 林永健看到后 大声怒斥道 之后林大俊才跟他解释 自己把牛奶装入包包 就是为了能和小伙伴分享 林永健得知儿子的用心良苦后 觉得自己误解儿子了 当即道歉 虽说林永健老年得子 却能把儿子教育得如此善良和优秀 林大俊的身上没有丝毫心二代的嚣张跋扈 老溪谷不仅演技好 原品好 教育方面也被棒 实质金玉围绕在林永健身上就抠门这个话题 大家认为5800元裤衩真的值得买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